在新的一年 我们在真心乡村 为了真心乡村 加油 我们就坐到223米的长楼 所谓的百姓富 生态美 文化新 我们今年有富足的钱了 我们生活一年比一年的好 2023年元宵节期间 中国台江2023年 苗族五龙须花飞一大典 在贵州省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台江县 拉开序幕 县城共汇聚了来自 各街道和村寨一百条长龙 万人空巷 百余条长龙齐聚到元宵 223米的长龙 十几米的亮龙 硬龙 民众身着截着盛装 举着各式各样的花灯 组成方阵 依次穿梭主要街道 一场龙灯的民俗狂欢区 由此拉开序幕 整个县城年味满满 喜气洋洋 每天来 我们不一样 感觉到 我们不一样 在那边 从不一样 这个场景 三年 这个疫情以来 我没有见过 这么热闹的场面 非常激动 刚好感受就是元宵 到处走走看一看 也感受到了 台江的眼味 非常的浓厚 也非常的热闹 台江县是少数民族 聚居的县城 其中苗族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因此也被称为天下苗族第一线 当地元宵节 玩龙灯和五龙虚花的行俗 已保持有上百年的历史 苗族同胞 把龙视为主宰雨水之神 或保护神等 大家齐聚聚 大家齐聚一起 互相拜年 祈愿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我爷爷妹他们就开始玩龙 然后我父亲他们也玩龙 然后在我们这一辈 我们也非常的爱玩龙 然后这个龙呢 在我们苗子这边 也是我们一种精神寄托 然后我们也希望 把这个飞鱼一直传承下去 这个百龙竞技 那么展示就是看 打一条龙划得更好 捕得更加干净有力 也是看哪部队的中国传承人 他的气力更加精湛 那么通过这次这个活动呢 也增强了村与村子的 经济的交流 构建更好的活血社会 推动我们乡村业的发展 他们的古龙的 有些人员 那个激情简直很难建造 很难人们建造 那种感觉 可能是疫情放开以后的 第一次的那种激情 那种感受 很好 相当很快 老板西带着孩子 老人要出息 然后脸上都化了笑容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更是见证了我们台江的 文化活力和老百姓的一种活力